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自定义RailM 所以回头你们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流程看一下 就是什么subjite代码 然后什么注入RailM等等 这个都是它底层原理方面的一些的东西 然后最后关键的是这句话 就是serial呢 它实际上是不提供维护用户和权限的这么一个具体的功能的 那它所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简单的NI配置 然后通过这个NI配置把这个接口应用一下 比如说刚才咱们用的那些接口login啊什么那些东西 然后让你知道具体这东西应该怎么用对吧 要不然它也没法给咱们按利养对吧 然后具体如果真的是要咱们实现自己的这个权限认证的话 咱们一定是不能用那个NI的 那serial呢它是不提供的 必须要咱们自己写 就是而是通过room让开发人员自己注入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这个实现一个自己的room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创建这个room类哈 然后然后继承一个什么呀 继承一个抽象类 这个抽象类呢叫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realm 我们来继承一下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show那个项目当中写一下 就写个room吧 啊我这个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customer realm 对cast是什么怎么现在 customer realm啊 好了然后让它 我写错了吗 我写错了吗 authorizing room 包引进来了吧 是由靠友是吧 还行吧 我再写一个啊 其实这个我是想一会再写的 叫authenticating room 哎我刚才是粘错了吗 是吧啊 然后这个里面 哎等一下啊 不是我刚才没粘错啊 刚才是另一个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一会再说啊 咱们先就是现在暂时就先用这个 因为这个里面它只有一个方法 因为刚才那个它里面有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里面一个是认证 一个是授权 然后因为咱们现在还设计不到授权 所以只多认证 那么咱们就先看这个是吧 啊这个叫authenticating room 叫认证realm 然后这个认证realm里面呢 你看它直接是不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token啊 这token刚才咱们是自己弄出来一个new 什么user那个哈 然后这个它直接提供了 直接提供了的话 那就是它实际上 我们看一下啊这块 首先呢我们就正常这块应该是从数据库获取用户名和密码 或者是什么呀 咱们调一个service方法 然后去验证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对不对是不是啊 那咱们现在如果直接连数据库的话 基本上就得搭框架了 然后还不能快速的去看shero的特性 所以咱们先不搭啊 先自己定义一个假设我用户名从数据库取出来 就是这个 啊 然后 然后 假设我立马 从数据库取出来 不带 然后接下来下面该做什么了 token啊是吧 对token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get principle 这个principle 这个principle刚才咱们通过读日志知道它是啥了吧 对 它就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用户名啊 就是用户名 所以说我们把它强转成sjun的 它刚它是object 我们把它强转成sjun的 那它实际上就是我们 呃 就是 我先写一下啊 sjun 就是从那个token当中获取出来的用户信息 token到底是啥 实际上就是用户输入的 回头我们有一个登录界面吧 登录界面的话 完了我们用户输入一个用户名密码吧 用户输入完用户名密码之后 你看一下我们刚才那个测试用力 用户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之后 我们想着 是不是从用户的输入当中获取出来这两个值啊 然后我们直接在controller层 是不是就生成这个token啊 然后生成完这个token我们是不是调用login方法呀 调用login方法 然后它就开始走什么呀 开始走这个rim了 明白这意思吧 然后走到这个rim之后 它先从数据库里面获取到用户名和密码 或者是我们直接拿着这个token 里面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是直接执行数据库查询了 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是否登录成功 就查询出来了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getprinciple 然后strend一个我们从这个对input吧 叫username 这是用户输入的一个username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从token里面 是不是获取密码啊 然后根据刚才咱们看日志 你那个密码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下面下面这个叫crindy shows 这个肯定就是密码了 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字符串里 加密一会再说 现在还没加密呢 好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密码啊 然后所以有用户了 有用户了之后 直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判断了 怎么判断呢 就是if 对if 然后咱们这个input username 如果 equals 这个username 如果它不一样的话 对我们可以抛异常了 对我们可以抛异常了 这样的话可以走那个全局异常处理了 是吧 然后你就可以throw throw throw 一个new 什么 new new啥玩意 unno吧 un unno account 它一个subtion是吧 叫什么用户 不存在 对不吗 它补货 完了咱们登录的时候 你要么你就补货 补货就在这补货了 是吧 补货了 完了就是它 完了就是它 所以你一会就都给抛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不补货 那就抛到全局异常处理 对吧 好了这样的话是说用户不存在的事 然后如果用户被锁定 就是我们从数据库里取出来 那个status 那个状态等于0是吧 我简单写个尾代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抛什么呀 就抛那个用户被锁定这个异常 就是这个一场 是吧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这是从数据库里取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 对 这是个假的代码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获取 也是获取用户输入是吧 然后这个是密码 然后接下来呢 嗯 对 然后拿到这个密码之后 我看一下啊 拿到密码 这密码不正确啊 然后和这个比是吧 然后就 然后这边是写啥 写这个 increate incretion 反正就是它啊 incretion 你以为我不会读呢 叫做密码不正确啊 这单算太长了 这几个字母 1 2 3 4 5 6 7 8 9 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一个人名 有多少个字母吗 不是好像是 我就好多年以前看过 世界上最长的一个人名 有21个字母 好像还行 21个字母 然后这个是 获取用户的密码 密码不正确 然后接下来 这啥 你知道这是啥吗 数据库里的用户名 和密码是啥东西 是这个 Helen和998 是吧 所以一会儿我们写 那个测试用力的时候 我们就得去 输入这个Helen和998 才能正确的匹配进来 对吧 然后正确的匹配进来 如果Helen输对了 这就过了 如果998输对了 这就过了 过了之后 该干嘛了 就是拿到咱们的那个 叫做 对 叫Authentication info 叫什么呀 叫做授权信息 你拿到授权信息之后 然后接下来 利用这个授权信息 再进一步的进行什么呀 进行认证 明白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拿授权信息啊 上面那个是啥 我再看啊 授权 信息 然后拿授权信息 怎么看 怎么拿呢 就是 在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啊 我先写一下 这个跟数据库没关系 是创建那个shero需要的对象 create simple 这个东西叫 simple 我实在忘了叫什么 authentication info authentication info 是哪的 authentication info 这个别写错了 simple authentication info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拿一个principle 啥玩意儿 用户名吧 是吧 create的手词是啥玩意儿 密码吧 是吧 所以说 放一个用户名 就是你输入的这个用户名 和你输入的这个密码 对 然后接下来 再拿到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叫啥呢 在输入它 它要它呀 你没招 你不得给它 然后就拿到了啊 然后这块呢 就是咱们拿到的这个authentication info了 然后把这个 它是需要把这个return回去的是吧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写完了之后 我们呢 就再写一个测试类 测试类 当然咱已经写过了吧 我看一下啊 咋的事来着 对这啊 接下来我们写一个测试类 测试类呢 这个地方我们得定义一下 定义什么呢 你想一下 这东西我想完了之后 它凭啥掉我呀 你不是得告诉Sero吗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 因为现在没有外部容器啊 要是有外部容器的话 这个我们就配在外部容器当中 配在Seroon当中了 现在没有 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配 但是这里面肯定是不配用户名密码了 配啥呀 配Room了 是吧 你得告诉那个测试类 你不找这里面的用户名密码了 但是你得在它里面 你得告诉它 我去找哪个Room去 它就上Room里面去验证去了 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写一个叫 Seroeroom吧 然后这个Seroeroom.ni的话 我们把它清一下 这个我在笔记当中给你们写了一下 这呢 我们就把它粘过来 然后咱读一下 这就叫man啊 然后这个地方叫Customer Room 就是刚才咱们获取的那个名字 明白吧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写的 对 com.千锋EDU 然后点什么 是叫这个名字吧 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叫他 我就直接右键COPY 一个完整的吧 就他 明白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Room 记住这块有个Dollar符啊 就是我获取当前这个配置文件当中的一个变量 三大约啊 一个Dollar 然后SecurityManager.Rooms 就是给这个SecurityManager设置了一个自定义的Room 明白吧 否则的话 他走的是他 他自己的那个Room 他自己的那个Room 走什么 读这个NI文件进行信息验证 这样的话 他就走我们的Room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可以测了 是吧 可以测了 还用刚才那个测试用力就可以 刚才这个测试用力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啊 然后咱们再写一个VR的 这地方就写什么Room是吧 就读咱们的Room了 RoomNI 然后直接测一下 这块 这块是来个正确的吧 然后又再运行一下 CCount 还位置错误 还挺对的 然后 才哪弄的 确实不知道32 这块我写错了吧 输入密码 对啊 也行吧 我测试里面我确实没写这句话 然后运行一下 对吧 这个没事 这是书的 这是那个用 对 这先不用管它 嗯 不 不是这样的 我看一下啊 它比较的过程是这样 咱们在这块写啊 这块啊 我看测试这块啊 咱先 我再看一样 怎么回事来的 用手 呃 username password 然后是username password 对啊 把那个获取到的那个密码打印 不不不 现在这个咱们呃 获取用户名 获取完用户名之后 其实没有这个过程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是它具体的一个认证的过程 这不是咱们自己去判断用户名和密码 对不对 这个是它认证的一个过程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Simple Authentication Info Info username password 这写的对吧 然后ruename是吧 然后拿到授权信息 Info Simple Authentication Info 开了 哎 不对啊 等一下啊 因为我的代码实例就是这么写的 密码错误 highland 密码错误 它应该打印那个99 988是不是 咱们日志里面是怎么写的 啊 我写错了 没事都打印一下啊 不是那个 我原来没看没看过那个password的一直就是principle 就写的时候不能别出心裁下写就应该按照自己原来备课的时候的写 不不我什么都没改 你改了 我改什么了 对对我删了我不是又运行了一遍吗 对我我我我我刚才把这个删了是吧 然后我是不是又运行了一遍还是不成功 我没运啊 我说到我一直在想这怎么删了还不成功呢 啊对那这回对了啊 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我我一开始其实是没写的啊 然后刚才一高兴把这全给取出来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句话啊 就是你看啊从头捋一遍 就是这个是username 然后这是hellen是吧 然后这password 这是988 然后这个我们说是什么呀 是我们要比对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我们获取了一个用户的输入 从哪获取啊 就是他给咱们组织了一个token 是吧咱先捋啊 他是不是给咱组织一个token 他组这个token的话 他是不是给咱们弄了一个 就是这个guide principle 然后把这个用户名获取出来 然后咱们如果要是这个 就是这个和这个ecos不一样的话 那咱们就认为这个用户信息不存在 这个地方很好理解对吧 然后这个弄完了之后 接下来咱们开始获取这个 就是这个room的名字 为啥要获取呢 因为这个是这个API当中需要的对吧 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个root的名字 获取出来 获取出来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得到一个simple的authenticationinfo 然后这个simple的authenticationinfo呢 它会将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当中找到的用户名和密码 放到这个simpleauthenticationinfo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用户凭证的一个匹配 注意啊 它跟谁匹配 它跟你输入的这两个匹配 然后它怎么匹配的 注意 它就是用login进行匹配的 注意啊我再说一遍啊 有一个人说 不理解在哪 我知道你们不理解在哪 就是这个room里面 我没 我根本就没拿这个密码 对吧 我没从数据 咱们不是说 我从前台把这密码拿出来 我得跟我这匹配一下吗 这个匹配不用咱们自己做 这个匹配的过程 是这个里面sero帮咱做的 再说一遍啊 注意啊 这个匹配的过程是sero帮咱做的 你看啊 sero是不是拿的是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不是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你前台测试的时候 你login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token去login的 token里面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咱们先再测一下啊 现在这两面都是正确的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这面 对 是不是登录成功啊 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先改一个 先改用户名 然后你看是不是用户名不存在啊 这个打印出来 然后咱们再改密码啊 这个打印出来 他只有帮咱教验了 是不是密码错误啊 然后呢 咱们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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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吧